这只表演僵尸跳的蓝猫叫布鲁 它是拳网最能作妖的猫 要说拆家犯二 它排第二 没猫肯排第一 就它的拆家能力 它是其多往前莫及 主人每天回来 布鲁都会给它一个不一样的家 这什么情况 当主人实在受不了 要把它赶出家门时 它就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可蝉使官还是被它的外表给骗了 它不但一点没有收敛 而且更是变本加厉 晚上三更半夜 等蝉使官睡着了 它就又开始作妖 先喝点水润润喉 然后再跳上桌子 穿过花瓶制造一点动静 然后它的夜生活开始了 伴随着小球落地的声音 先来一手警报的语语 最后布鲁的蹦迪时间开始 这一系列的操作也成功地吵起了蝉使官 最后的结果也可想而知 布鲁的一顿胖揍是免不了吗 布鲁每天晚上蹦大敌 白天就叫不行 蝉使官为了报仇 想尽各种办法 但是它永远也叫不行 一只装睡的猫 面对蝉使官的热情互动 布鲁也没有坐以待毙 眼看蝉使官上班要迟到了 赶紧把表调一调 要不然真迟到了 把表弄好了 再帮忙把衣服收一收 然后一直做成这个样子 我靠 这啥人扣的 蝉使官工作的时候拉肚子 着急上厕所 布鲁更是忙坏了 赶紧过去帮忙 看到老板的乌员会语 布鲁是一点不惯着 赶紧给自己的蝉使官出气 等蝉使官从厕所里面出来 直接气晕 实在没办法的蝉使官 带着布鲁回了老家 可是布鲁依旧延续 他的拆家本能 拆完电视又拆沙发 就连家里父母 珍藏多年的毛